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在吉隆坡啊 有很多条地铁和乘铁的线路 不瞒大家说啊 今天我就翻车了啊 找不着路了 我要从唐人街坐到TBS巴士转程站啊 这一波38折差点就误了车啊 所以呢 今天咱们再聊一聊 吉隆坡的这些地铁是怎么回事 走着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吉隆坡的这个地铁 乘铁还是相当的发达的啊 它是各种路线 去很多地方啊 包括换乘站 但是不瞒大家说啊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玩啊 我觉得你可能第十次来玩 也可能还是看不懂 因为相对新加坡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啊 因为他有时候标的写一些马来语啊 那你就要对那个字 对他的文字 你才能搞明白 是不是你要去的那个方向 而且刚才我为什么走错呢 因为刚才我也问那个小哥了 他说有里刚才那个站有两个方向都是终点是这儿 但是有一个是绕的远 有一个是近 当然他们是做近的了 对吧 因为这第一是省钱 第二是你得快啊 对不对 你不能绕半天才到 你看他这这个platform一和二 然后刚才我就看这个 我就就找这个上面的站名啊 然后他还有很多的这种地下通道 完了他都只是牌 告诉你哪个去这个去这个 一时半会真的是没搞清楚啊 好嘛 咱们终于到这个TBS了啊 幸亏我前面这个小哥 刚才我在这个唐人街那站上的 我找不着 我找不着从哪上啊 这个地铁 他写了很多的站名 哎呀 我在里面转了半天 上下走了两遍 我也没找对 后来我赶紧问了 刚才那个小哥啊 人家跟我讲了 说他也来这边 啊正好带我一下 非常感谢啊 要不我就要误车了 今天来这个TBS 咱们坐车去下一个景点 实名感谢这个小哥啊 要不是他给我说一说怎么走 真的真的 我就彻底蒙圈了啊 朋友们 现在啊咱们去这个 TBS车站坐车去 还好这个地方我比较熟啊 好早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拍摄了我们的视频 然后在新垣的视频 怎么发现 在新垣的视频